重审耶稣、史特伯第四章书面证据 三书面证据 耶稣的传记真的可靠地为我们保存下来了吗? 我在芝加哥论坛报当记者时,是个文件老鼠,我花了不知多少时间查阅法院档案,希望找到一些花絮趣闻。 虽然工作辛苦,耗费时间,但是回报丰厚,十分值得。 我经常抢到头条新闻,压倒和我们竞争的报纸。 例如有一次,我无意中找到被人漫不经心放入公开档案中的一些头等机密的大陪审团记录,后来我写成一系列报道,揭露了芝加哥一些最庞大的公共工程在招标上的大规模贪污舞弊案,包括开主高速公路之事。 可是在我发现的文件中,最叫人吃惊的是历史上一个纵火案。 三个青年坐在花马牌小型汽车里被活活烧死,制造商福特汽车公司被控鲁莽杀人罪。 美国制造商因出售所谓危险产品被判刑试罪,这还是第一次。 我在印第安那州小小的维纳马克镇查阅法院档案时,发现了大量福特公司的机密备忘录。 原来汽车制造商事先知道,花马牌汽车如果受到20里时速的厚撞,可能爆炸。 文件说明,这家制造商为了每辆车节省几块钱,决定不增加行李箱的空间来改进汽车的安全。 福特公司的一位律师那时碰巧在法院里溜达,看见我在影印那些文件。 他发狂地奔向法庭,申请一份司法禁止令,使档案不得向公众公开。 但是太迟了。 我的头条新闻的标题是机密备忘录透露,福特公司无视花马安全。 新闻在论坛报刊登后,消息很快传遍全国。 证明文件非假,拿到公司机密备忘录是一件事,证明文件的真伪又是另一件事。 在记者披露文件内容以前,或检察官在审判中引进文件作为证据之前,必须采取步骤证实文件真实无恶。 就花马文件而言,文件所用的福特公司性质是不是伪造的? 文件上的签字是不是假冒的? 我怎样才能肯定呢? 既然文件已被影印多次,我如何确定文件没被篡改过? 换句话说,我手上没有原件,怎样才能肯定每张影印副本都和原件完全相同? 还有,我怎能保证这些备忘录倒出了事件全貌? 毕竟,这只是福特公司内部来往文件的一部分,是否还有公众尚未见到的其他备忘录,一旦发表了,也许会披露事件的另一面。 这都是重要的问题,对重审新约记录同样适用。 我手里拿着一本圣经,实际上是古代历史记录的一个副本。 耶稣的传记,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本福音书,与新旧约其他个书的原稿早已散意。 我何以能肯定,今天这些版本,经过历代无数藤录后的抄本,与作者原来写的一样? 此外,我怎能说这四部传记倒出的是事实全貌? 假如还有别的耶稣传记,因早期教会不喜欢所写的耶稣形象而没有列入正经中,那又该如何? 我怎么能相信教会当局,不会基于政治原因,而把与四福音同样正确的耶稣其他传记查进, 只因为他们会使这位拿撒勒木匠的言行完全改观? 这两个重要的问题,耶稣的传记是否可靠地保存了下来, 和是否同样正确的传记已被教会查见,值得仔细考核。 我知道,有一个学者公认是这些问题的最高权威。 我飞到纽瓦克,驾着租来的汽车,临时通知他,就到普林斯顿大学去进行访问。 四旁证,除了耶稣的传记,还有其他可信的证据吗? 哈利,阿里曼转过身来指着我。 你。 他嘴角喷着唾沫,增艳地吐出这个字,为什么老是写我那些事呢? 然后他转过身,走下后楼梯失去踪影,避开在法院里追踪他的记者。 事实上,在1970年代的芝加哥,如果不报道哈利·阿里曼的事,就不算是个称职的刑事案记者。 毕竟阿里曼是精英犯罪集团的职业杀手,而芝加哥人偏偏爱看歹徒的新闻。 检察官破借药抓他入狱,因为最近出了一件冷血凶杀案,他们怀疑是阿里曼曼替犯罪集团头子干的。 问题当然是难以找到人,肯出面作证,指控像阿里曼这种恶名昭彰的人。 接着,他们交了好运。 阿里曼过去一个密友路易·阿莱米达到宾州,准备谋杀一个工会领袖,在路上被捕。 他被控藏屑而判刑十年。 阿莱米达答应,如果检察官同意减刑的话,他会在芝加哥一件尚未解决的货车工会管施遇害案,做不利于阿里曼的证人。 这说明,阿莱米达合作是有条件的,无疑会减低他证词的可靠性。 检察官知道,要保证定罪,必须加强他的证词,于是他们出去调入来证视阿莱米达的共状。 为事大字典,这样解释旁证,进一步确认,佐证。 例子,他证实了我对那意外事件的陈词。 旁证提出的证据支持了别的证词,确认或支持目击者陈词中的重要部分。 旁证可以是一份公共记录,一张照片,或第二,第三人的供词,能证实一个人的整个供词或是供词的主要部分。 旁证的作用实际就像一条支线,保持高耸的天线直立与稳定。 旁证越多,胜诉的机会越大。 但是检察官到哪里去寻找佐证,正是阿莱米达的供词呢? 旁证来自一个出奇的地方,一个沉默寡言,奉公守法的公民,报比洛伊。 他对调查人员说,他出去溜狗的时候,亲眼看见阿里曼杀害公会管事。 尽管阿里曼恶名昭彰,令人不寒而栗,但洛伊同意出庭作证。 旁证的威力审判阿里曼时,洛伊和阿莱米达的供词给陪审团留下深刻的印象。 阿莱米达说他驾车逃亡,跟洛伊说他在1972年9月27日晚上看见阿里曼在人行路上杀人的描述吻合。 检察官们认为,他们已在那个可怕的职业杀手周围布下了一张滴水不漏的帷幕,可是在审讯过程中,他们感到事情有点不对劲。 在阿里曼决定不要陪审团而要法官听审时,他们的疑虑得到证实。 审判终结时,检察官最坏的预测出现了。 尽管洛伊和阿莱米达的证词叫人难以反驳,法官最后竟宣判阿里曼无罪释放。 出了什么事? 要记住这件事发生在伊利诺州库克郡,在那里贪污舞弊常有所闻。 若干年后真相揭露,原来那位法官接受了一万元的贿赂才把阿里曼开示。 一个联邦调查局的线人泄露了汇款的事,此时那位已经退休的法官畏罪自杀,检察官再度对阿里曼提出公诉。 到了第二次审判开始时,法律有所改变,检察官要求由陪审团听审。 他们那样办了,阿里曼终于在犯案25年之后被判有罪,在监狱服刑100到300年。 尽管延宕了那么多年,阿里曼案显示旁证有多么重要。 处理历史问题也是这样。 我们通过克莱格·伯鲁姆伯格的见证,已经知道在四本福音书里,有关耶稣的生平、教导、死与复活都有出色的目击者提出的证据。 可是还有别的证据可以证实这些事吗? 除了四福音外,还有别的文件可以确证或支持关于耶稣或初期基督教的一些重要事迹吗? 换句话说,是否有别的文献有助于解决基督这个案子,正如鲍比·洛伊的共证解决了哈利。 阿里曼的案子一样,根据我们下一个证人说的话,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而这些证据的量和质很可能令你感到惊讶。 五科学证据 考古学确认了还是否定了耶稣的传记。 和杰弗里·麦克·唐纳医生吃这顿午饭有点不寻常。 他在北卡罗来纳州一个法院的会议室里,一面若无其事的大嚼吞拿鱼三明治和马铃薯片,一面高谈阔论,整个人看起来颇为怡然自得。 但在附近一间房里,十二个陪审员正在休息,他们刚听完令人毛骨悚然的证词,说麦克·唐纳医生冷血地谋杀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幼小的女儿。 午餐快吃完时,我不禁问麦克·唐纳,你怎能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说话的声音是一半惊奇,一半愤怒,难道你一点也不担心他们会判你有罪吗? 麦克·唐纳把拿着吃了一半三明治的手向陪审员是那边一指。 他们,他得意地咯咯笑着说,他们永不会把我定罪。 然后,他察觉到这句话带有轻蔑的意味,赶快补充了一句,我是无辜的,你要知道。 这是我最后一次听见他笑。 没处几天,这个前特种部队队员现在是急救部医生的他被判定有罪,使他杀害了妻子克利特以及两名女儿,五岁的金伯来和两岁的克里斯汀。 他被判终身监禁,锒铛入狱。 麦克·唐纳的杀人经过,被麦克·尼金斯精心写成了畅销书和电视连续剧。 这位医生骄傲自大,以为他不在犯罪现场的辩护能助他脱罪。 他对调查人员说,他午夜时分在长沙发上熟睡着,因为吸毒而风晕了过去,等他醒来时,才发现家里的人都被杀害了。 针基人员一开始就怀疑他在说假话。 客厅里看不出什么恶斗的迹象,麦克·唐纳的伤势很轻微。 他视力不佳,可是没有戴眼镜,居然也能把攻击他的人描绘得很详细。 然而只有怀疑不能定罪,要定罪需要确凿的证据。 在麦克·唐纳这件案子里,针基人员依靠科学证据破解了他编造的谎言,定他杀人罪。 罪案审讯中一般使用的科学证据,从基因鉴定到法医学到独理学,种类繁多,不易而足。 在此案中,把麦克·唐纳送去坐牢的是由于一种异常的巧合,就检察官而言是幸运的巧合,麦克·唐纳一家的血型都不同。 调查人员研究过血迹出现的地方,能够重现那夜事情发生的先后次序,了麦克·唐纳的说法。 他们对散落各处的蓝色睡衣细小线毛,进行了科学鉴定,了他当时不在现场的制法。 用显微镜分析的结果,发现他睡衣上的小洞,不是如他所说是给闯入者的破冰锥戳破的。 总之,真正给麦克·唐纳定罪的,是联邦调查局那些穿实验室白袍的技术人员。 对新约耶稣的记载,是否属实这一问题,科学证据也能做出重要贡献。 虽然血清学与病毒学不能阐明这个原理,可是另外一类的科学证据,却有助研究四福音的可靠性,这就是考古学。 考古学有时被称为对耐久垃圾的研究,因为其工作性质是从地下挖掘手工艺制品,建筑, 艺术品,钱币,纪念物,文件和古文化的其他遗物。 专家们对这些古物进行研究,可以知道耶稣当日在古巴勒斯坦的泥路上行走时,那地方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从公元第一世纪以来,数以百计的考古文物被发掘出来。 我很想知道,这些古物究竟是还是支持耶稣目击者们的记载。 我是既好奇又怀疑。 我曾听到过太多关于基督徒过分夸大考古学的证实能力,以致对这一类的事我曾相当感冒。 所以,我决定去找一位公认的专家,他曾亲自参加过中东的发掘,对古文物有百科全书般丰富的知识,且有足够的科学上的谦虚,既能承认考古学的有限性,又能解释考古学如何揭开一世纪是生活真相。 而是电话,你若身在大 contour上对古文物被说内容。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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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的显示物上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